看见台上卖力舞动身体的社区长辈 及邻近的南开科技大学与亚洲大学的学生们 一同参与这次由玉石社区所举办的 野奶群星会活动 透过主寸间的互动来预祝长辈们重阳节快乐 跟长辈们一起做发糕做画柜 在这个做画柜的过程当中 我们体验到了那一种无限的乐趣 然后从戳柔然后一直到成型 很久很久我是比较长我是很久没有看到 然后他们都是第一次然后都觉得很新鲜 因为就是我们是社工系 所以其实接触很多社区的社区的长辈们 所以他们的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跟家里的 就是我们就是用家里的长辈们然后对待这样 比较不会有一些拘束的感觉 然后会比较热络一些 理事长相当用心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 让长辈们与学生透过制作发糕与舞蹈的过程中 拉近彼此的距离 也希望长辈们能够平安快乐的过每一天 世代融合这祖孙日就是庆祝重阳节 那结合红道老人基金会的野奶群星会 那就是我们就是一起做跟他们一起做发粿 那今天还有我们就是还有亚洲大学 还有南开科技大学的学生呢 来跟我们老人家呢一起同乐 然后一起做我们这个发粿 吃了我们的发粿呢 然后可以身体健康然后吃饭 现议员黄文君及检视圣议员 也肯定理事长的用心 让社区长辈们走出家门 一起和这些学生们同乐 南开和亚洲大学的这些小朋友 非常有爱心 带着他们的热情 来这些教一些阿公阿嬷跳舞 唱歌 还有我们这些阿公阿嬷 来教我们这些学生 他们不懂的做过的方法 会那个互相的切磋 把阿嬷做过的教导这些小孩 小孩给他们的快乐传给那些老年人 让一些年轻人能够知道 想到欺负就是 我们要关心和关怀而已 担这些机会他们的同乐 来关心他们 让他们带动一些气氛起来 让我们的社区还要温暖 社会更加美好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不仅能让社区长辈们与学生同乐之外 也能让这些学生们 更珍惜祖孙间的情感 记者 李永胜 草屯 采访报导